咖啡遇上香草 超受欢迎的女大学生白程里莎 一直被周围的人当作高龄之花 因此恋爱经验等于零 她一直梦想能有一场甜蜜的恋爱 某天饱受搭讪困扰的里莎 面前出现了一个叫深剑红豆的男人 她西装革履 成熟稳重 巧妙地帮里莎解决了麻烦 为表达感谢 李莎要和深剑一起吃饭 美丽的剧情就此展开